今天比赛正式开始,我们现在首先有请 隔方主编张怡安同学,你有4分钟时间 试试,试试 好,总之按我的标准,我觉得听得清楚我就会容许开始 如果在座包括评判或者对赛双方觉得其实是不清楚的 请你们尽早的开麦和我讲话,好吗? 好,我现在是听得清楚的,所以隔方主编可以开始 主席评判有风同学在座,各位大家好 近年元宇宙相关的讨论越来越盛行于坊间 元宇宙一辞最早在1992年出现在科幻小说 只是一个网络虚拟化的世界,能够融入全世界人随时随地进出 基于人们对虚拟世界的憧憬,不同专业的人才在过往都一直发展和原始相关的科技 例如虚拟实境,抗争实境等,而要理解现今社会讨论的元宇宙 就不能忽略一项关键的技术,区块链 在2008年,一篇名为《比特币白皮书》的论文提出一种以区块链作为底层技术 采用点对点网络的加密货币,这种虚拟货币经熟练的加密 每个使用者之间互相传练,共产资讯形成一个公共的区块链 所有交易的纪录,资讯和每一样细节的位置都会在同一个节点同步更新 使攻击单一节点收到交易纪录成为一个不可能的事 去到2015年,区块链技术更加促成了另一个应用类型的崛起,NFT 但是,凭乱今天的变题就要视乎在发展元宇宙的过程中能否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我方认为元宇宙是否原因有二 第一,加密支付,货位保障 加密货位有全球和文明,没有兑换烦恼,减少汇率问题的出现 同时,点对点的交易方式也打破地律的限制 兑换过程都无需交付公昂的中介费 是一种可以让资产自由移动的货币 此外,加密货位的出现舒缓了政府财政波运动 带来的负面影响 延迟法定货位的稳定是建基于政府一直从中调控 换句话说,当政府面临财政危机 国家的货位系统都会面临崩溃 拿巴基斯坦举例,由于油价飙升 巴基斯坦的劳比对美元的汇率已经恶化至4100% 从1972年的美元对劳比1比5的比例 跌至今年的1比226 这个时候,加密货位就可以成为一个保障 成为一个安全网 比特贵不受人为操控都有数量的限制 亦都可以免除通胀的风险 第二,产权保护促进创作 延迟社会对知识产权的保障 主要来自于法律的监管 但法律只可以尽量限制侵犯版权的行为 但依然有被偽造的可能 无法从根本上确保创作的唯一性和独立性 相反,NFT最大的特色 就是在于每个作品多一条独一无二的识别代码 作为知识产拥有权的证明 符合区块链的技术 识别代码不能够被修改 亦都没有复制的可能 即使创作品的图像仍然可以复制 但原作的识别代码永远只有一个 以拥有识别代码的人才可以利用该图像 生成和发行作品 从而保障创作者的拥有权和使用权 最后想问一下有方同学 是否承认这些技术能够为人类 带来更多保障呢? 谢谢 主编后来说了谢谢这个英语 评判可以自行决定 提一提 三位评判麻烦大家都开一开镜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联赛的规矩都希望 对赛双方和评判都开一开镜 我们录出来 整个画面更漂亮 证明我们评判都有专心听到大家比赛 谢谢三位 麻烦了 李罗波到月方主辩了 请问听得清楚吗? 好我是听得清楚的 那现在可以开始 主题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今天我们首先要搞清元宇宙的定义 根据元宇宙发展公司 摩布朗神政总裁 Defi Batsuki所说 元宇宙必须满足五大功能 包括创造 娱乐 展示 社交和交易 刚才有科同学说 我们元宇宙有一些可能 虚拟货币 或者一些知识产桥保障 很好地 但我们要留意 这些虚拟货币 它是否元宇宙 包含了整个元宇宙 可以是元宇宙的一部分 但绝对不是 代表它是整个元宇宙 加上虚拟货币 现在现金的认售性等等都不高 而且有本来说 这个国家的财政状况不是很好 当现实财政状况不好的时候 为什么还要发展一个虚拟货币 制造更加多的问题出来呢 大家可以理解 原来作为一个仿真的虚拟世界 这里也很高兴 刚才和邦宇宙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 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仿真的虚拟世界 它是透过硬件和网络议 模维了感官体验 例如虚拟实景立在樱头等等 形成一个不受距离和地位限制的空间 我们可以有无数的身份 身处不同的空间 体验而幻而争的生活 而今天行论面题的标准就是 发展元宇宙的过程 究竟可否提升生活 令人类文明继续进步 人类继续追求幸福美好 而我认为元宇宙发展是和而回复 原因有三 第一 目前的元宇宙只是炒卖概念 虽然用元宇宙作为掌头吸引消费者 各种新兴商业企业都封涌入市场 想分一杯羹 虚拟波鞋公司RTFKTSTUDO 推出一对在手机下才能看到噴火的波鞋 卖了五万美金 NFT虚拟本编号9998的头章 由一美元兼过四年转售 升至5.8美元 升幅十分离谱 这些满足不了生活需求的虚拟非必需品 价格竟然高过现实生活中的必需品 那是否主持不分 就算我们以一个很理想的角度去想 所有东西在虚拟世界里面的物价都很低 所有物价 所有这些东西很珍贵很罕有 看完宇宙都只是一堆数据 可以被无限复制 功果于求的情况之下 市场价值自然会下降甚至消失 多样新的事物被发明 一秒就可以被复低的时候 几星期有趣的东西 每个都可以拥有 这只是自欺欺人的幸福 长久以来 人只会失去追求和人生目标 第二 元宇宙发展下去 多重生分会制造更加多混乱 在刚才提到五大功能结合的元宇宙世界 人可以随身受到任何事 享有更多自由如来而不受限制 被复犯人造出伤才害你的事 当我们在元宇宙里面可以做无限的选择 任何事都可以重看 回到现实世界 我们的道德、价值观都容易潜移密法地受到影响 加上元宇宙的隐藏性 我们无法追踪到始终勇者 但如果在元宇宙都有设置规矩 那和现实有什么分别 都是对方所说的充分自由 各个国家的法律都不同 我们到时要跟谁说 第三 一个终极的元宇宙会令人无法摆脱逃避现实 终极的元宇宙世界 就是人逃避现实去到元宇宙里面尋求所谓的幸福 在这个虚假的乌托坊里面不能置物 那人类在现实世界存在有什么意义 身为世界首副的Tesla创办人马斯克指 元宇宙只是恒烧落恒雨 仍然是墙头而被现实 大家笑车不允许少少在元宇宙里面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 当我们有一天戴着BL眼镜住在豪宅 就是一个这么美好的世界 脱下眼镜之后望下四周 原来只是身处劏房 在黑合习的床上面吃着面包 在这个情况下 人类会选择继续停留在虚幻的乌托坊 还是回来现实世界呢 那现实是否鼓励人逃避现实 请有方和我正面论症 假设我们真的去到这一天 永续戴着BL眼镜 现实只是吊着一条命 难道这样真的人类文明的出场 最后想问有方和我所说的幸福 是现实世界的幸福 还是虚如世界的幸福 谢谢各位 4分08秒没有超时 接下来是轮到台上发问的环节 根据发言次序 我们首先有请甲方自由派出一位台上边缘 向粤方主便提拔 你是会有一分钟时间 市民市民请问清楚吗 好 听得清楚的 那你现在可以开始 叮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和我们说 有五大功能在宇宙发展中是要套下去的 有方今天问我们 他们有的几点代表着 就是人类的选择 是会令到这件事的本质去改变的 所以我想问有方觉得 元宇宙身边所带来的东西 例如是NFT 例如是所提过的AR、VR 这些东西 会是事物的本质是坏 还是人去他们的选择是坏 就是他们去做事的时候 是否可以用他们来做一些不好的行为 还是这个本质已经是不好的呢 多谢各位 好 接下来有一分钟给月方煮面准备 好的 谢谢大家 好 好 谢谢大家 叮叮叮 叮叮叮 好,够钟请月方主便出来回答 小米,小米,小米,听得清楚 好,听得清楚的,那你现在可以开始 叮叮 与评判最后的各位大家好,首先多谢有关我的提问 我现在可以答你,这些东西的本质是没问题的 但它们一起一起就有问题 当这些东西全部分开发展的时候 一些它可能是虚拟的技术,科技的发展 这些都是很好的 但当我们合在一起,创造一个原语斗的时候 这才是一件坏的事 大家想想 我们 当这些 科技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本身每一个范畴都发展得好 但我们现在将它们合在一起 我们就要调入更多的资源 而对方更加是没有想到它背后更加多的 币鼠更加多的 币端 策略了这些 一定是和我们说它表面上的好处 来制造一个被人去逃避现实世界 好吗 大家 现在 原语就是可以 一个可以取代现实世界的新世界 但我们 可能手机或者各种科技 延伸我们的感官 请问听到我们要 创造一个更加有问题的世界 来维补现实的 听听好 够钟请停止 好 接着来是轮到 粤方自由派出一位台上便员 向甲方主辩提问 示威示威听得清楚吗 好 听得清楚的 可以开始 主席朋友们在这里 大家好 想问有关同学 你们心目中的宇宙的终极形态是什么 还是投入了这么多资源 都只是发展到一件炒卖的工具 多谢 好 一分钟 准备 从既然之间 过来 时间 开 对 好 叮叮 好,準備時間結束,請粵方主便 好,那就可以開始 最後一位大家好,多謝有方的提問 我們元宇宙終結的定義就是有沉浸式的體驗和有豐富的感官體驗 但是我們不需要談論結果和它帶來什麼影響 我們好像我們現在辯論的是有方的定義 就是過程中可以帶來什麼影響 就是說我們已經跟你說過過程可以帶來很多好處 例如NFT、虛擬貨幣 這些全部都是過程中帶來的發展和對人類進步的貢獻 所以其實是很有利的,所以電台應該成立 多謝 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繼續回到一副的環節 現在首先是請隔方的第一副別 請問各位聽聽清楚嗎? 非常清楚 對不起,我還沒選擇 三分鐘,你是有三分鐘時間的 好,現在可以開始 叮! 大家好,其實今天來到一副的位置 幫大家梳理一下戰場 今天最大的分歧點在於定義 有方今天跟我們說 定義其實應該用一間虛擬公司 一間的魚宇宙虛擬發展公司的定義 就是說有五大概念 可想而言 立刻想到的是 大家其實都應該理解到 其實區面上有這麼多的虛擬魚宇宙發展公司 有什麼統一標準定義 可以回答你,是沒有的 而我們友方所提出的定義 就是元宇宙一開始的概念所提出的東西 就是說當那個時候的一個虛擬世界 人的虛擬世界這個概念 而友方拿這些概念 套一個五大的原則上去的時候 其實跟現實不符 因為每一間發展公司有不同的 A的報章就可以跟我們說 這個元宇宙是要發展什麼 而第二個報章、第二個評論 也都可以跟我們說 某報章這個元宇宙的核心是什麼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知道 如果我們要無故套一個公司的發展方針 來做我們的標準的話 其實我們今天的辯題是很難去衡量的 第二 第二 友方今天承認了我們所有過程的發展 帶來所有過程發展中的東西 是元宇宙一部分 例如說NFT、虛擬貨幣這些是元宇宙發展中的一部分 而他們也承認了在他們的台上發展環節的時候 他們說這些東西的本質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友方今天跟我們說過程 他們的行量標準就在於說 在過程中有沒有人為人類帶來福利、福祉 有沒有提升人類的水平 而我們可以知道的就是 友方覺得今天是選擇的問題 覺得是加起來一起的事 但是我想問到友方 投資風險大這些是不是和處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的 股票投資都風險大的 那為什麼這個 難道股票又是和處呢? 就是投機和投資 友方是要搞清楚 投機只不過是當作是炒賣 不是真的相信元宇宙 不是真的相信NFT 背後所帶來的東西 真正的投資者 懂得投資的 理應是明白背後本身的風險 有方也說 NFT的炒賣成分高 風險大 其實有方不就是覺得 今天剪刀的發明 都是人類之禍 因為人類可以用剪刀去殺人、傷人 其實這些都是人類之禍 本身這件事情 還有一個位 今天加密貨幣除了比較方便之外 還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它穩定 大家覺得它不穩定 是因為大部分情況下 法定貨幣都是政府的調節控制著 但是政府面臨崩潰的時候 情況又會怎樣呢? 看看我們烏克蘭的例子 烏克蘭央行在戰爭開始的時候 暫停電資轉帳功能 防止他們獲取外幣 所以人們將資產和加密貨幣 除了是方便之外 因為加密貨幣即使有漲點 都不會像烏國的法幣縮水 通脹不斷的國家 加密貨幣是一個救生艇 所以極度經濟不穩定國家 經濟不穩定國家 經濟不穩定有十分高的使用率 所以想問另一方 為何經濟不穩定國家 使用率反而特別高 在加密貨幣上 多謝各位 好 好 按我的計時 是有超時一秒的 評判請 應該要扣分的 好 接下來呢 是到 越方第一副別 好 超時每個五秒扣分 根據發言方面 根據發言方面 英文剛才我在checkbox答了 英文在菜規就只是說 需要扣分 我猜需要扣分 至少扣分 大家可以按嚴重程度去決定 實際靠分數 好 接著現在見 越方一副準備好了 你可以試一試咪 請問現在聽得清不清楚 不清楚 可能要再走前一步 不清楚 請問現在聽得清不清楚 好了 聲音清了 就是了 鏡頭移高一點 好 再試一次咪 請問現在聽得清不清楚 好 非常清楚 好 準備好 可以開始 叮 評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有方和我們今天說 為元宇宙發展成為一個人類之福 有方問他們究竟是屬於現實世界的幸福 還是屬於元宇宙裡面的幸福 其實有方連自己都沒有答到 即是自己都知道建立元宇宙 根本就沒有辦法為人類帶來福祉 無論是現實還是世界都一樣 如果有一天 元宇宙發展到好像有方所說的 這麼多好處 好處比現實更加吸引 還會不會有人想回到現實世界呢 其實聽完有方今天的開篇 發言有三個妄誤 第一就是有方曲繼續變體 今天有方和我們說很多東西都是發展的科技 而不是集中在發展元宇宙 元宇宙剛剛應該是把五大功能集於一身 有方和我說我們的定義錯誤 但我們可以看到公認的就是 元宇宙必須要滿足人類在裡面衣食住行 最少是這幾個方面 分開發展科技之後 再將它們整合都需要資源、人力和物力 但我們可以看到元宇宙帶來的 只是一堆新的問題 今天有方同學跟我們所說的例子 其實都只是符合了當中交易的一個元素 其實我方是支持科技學問獨立發展 但科技不是因為元宇宙才能發展到 像加密貨幣等等 也不是因為元宇宙的出現才能出現 所以我認為我們是需要發展一些 對於現實生活有幫助的工具 而不是整個虛假的世界去取代現實 第二有方同學今天是對於理解錯誤 今天有方和我們說 可以流動經濟有自由市場 但其實推動經濟只是一個炒賣概念 就好像我幫主見所說 市場上有錢的人和公司 對一些加密貨幣或者NFT等等 低買高賣 沒錯 是有了市場的資金流動 但對於社會和人類來說 究竟有什麼好處呢? 來有方今天只是倒出了部分的事實 真正就是窮人沒有錢進入元宇宙 只會令社會產生一個更加巨大的科技紅溝 就好像Crypto Pump 9998 賣出5.8億美元 RT、FKT一雙懂得噴火的虛擬波鞋 在電話上拍一拍一隻腳 才穿得到 都要賣5萬元美金 現實世界炒波鞋、名牌等等 都有一些紀念、歷史價值 但在虛擬世界買到更貴 這些東西究竟對於人類社會有幫助呢? 第三,有方和我今天說的 根本成本效益不成正比 首先有方和我今天說 打破地域界限 又可以保障到這個資金 首先有方和我看出例子 究竟需要多少時間 多少資源才能完善發展到呢? 有方和我應該要搞清楚 我現實世界有問題 他應該要看如何在現實搞定它 而不是一大筆資源 搞一個會帶來新問題的虛擬世界 去取代現實世界 每個國家都有貨幣的問題 所以我方認為 根本就不應該出現這個元宇宙 應該分開發展不同的科技 多謝 好,3分13秒 好,接下來是 是到甲方第二副面 你也是有3分13秒 試咪,試咪,聽不聽得清楚? 好 有回聲 可能某一部裝置你要關掉它 你再試,我們試一試 我怕我一會兒講釘的時候 會不會有 試咪,試咪 好 是,OK了,現在非常清楚 好,準備好 你可以開始 主席、評判 在座各位友方同學 大家好 其實今天友方的邏輯 由始至終就是 友方認為虛擬 和尚未現實的東西 就不應該存在 但其實問題是 我們不做 為什麼就知道不行呢? 有方經常說 現實世界很多問題未解決 所以我們不去發展元宇宙 但事實就是 就是因為現實有很多問題 解決不了 所以我們才努力發展一個 虛擬的完美世界 為人類帶來福祉 例如環境污染 海水污染 這些問題已經存在了很久 以及沒有辦法改變 我們只可以盡全力去改善它 但我們不可以根本上消除它 我們不等於沉醉在虛擬世界中 這是在改善地球的基礎上 為人類發展這個虛擬世界 讓他們可以享受多些福利的一個世界 還有今天友方一直是解釋不到 究竟元宇宙的科技有什麼弊端 友方是根本說不出的 我方問友方 原宇宙區塊鏈技術有什麼缺點 友方就說不出 區塊鏈就是可以打破空間限制 它穩定、方便、同步、保護知識產權 想問友方 這個這麼高科技的技術 是對人類有什麼禍害呢 友方在計劃還未實行的時候 就顧忌這個、顧忌那個 其實就是害怕後果 是否友方才是逃避現實 以及不敢為了進步而作出改變 是密守成規的那一方 這樣的精神才是人類之禍 我們不可以企人憂天 我們要把眼光放得長遠一些 我們要嘗試去把科技發展完之後 再去討論它會不會帶來的一些負面後果 其實友方同學從一開始已經說了 我們的定義就是發展過程 在發展元宇宙過程中 可不可以得到進步 這個答案一定是是的 友方同學 為什麼我們今天一直強調 區塊鏈技術、NFT技術的重要性 不單止因為它是元宇宙中最出色的產物 它更加代表了社會的缺陷而作出隔身 英國廣播公子報導 因為疫情封城 去年音樂人失去了約三分之二的收入 其中一大原因 就是因為互聯網信息全部存在漏洞 人家複製動作品 只需要那麼低鍵盤的秒鐘 而NFT剛剛好提供一種銷售作品的方式 正如彩虹貓創作者克里斯托雷斯提出 加密偽作在一種新興渠道 令它這種網絡迷因才會得到報酬 獨一無二的身份證號碼 它令人類文明如虎添蠅得以傳承和延續 文明我們為了打造這個完美世界而作出的努力 推動社會進步 為何不算人類之福呢?多謝各位 是的 根據我的計時仍然是3分16秒 是有超時1秒的 好 接下來是去到月方第二副面 請問聽得懂不清楚? 好 是非常清晰的 準備好可以開始 咦 叮叮 這隻評判在座各位 有方同學今天全場都在混淆試聽 我們今天反對的其實是 構成元宇宙多一個選擇 多一個可能性 多一個解決方法 從來都不是一個問題 而這個問題是 所以我們看到發展元宇宙的過程中 我們需要帶來成本 而且帶來更加多難以解決的深深問題 先回答了剛剛有方同學說不做 我們怎會知道它行不行的邏輯 我們要看到發展元宇宙的過程中 它是有風險的 假設有方同學發展到最後它是一拍糊塗的 其實中間的過程中它也是很多問題的 就是所有規矩的不定立 所有的凌亂是會發生很多未知的問題 而即使有方同學最後做到的元宇宙 是一個真的很美很完美的元宇宙 我們都看到它仍然有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去到那一天 如果真的我們的元宇宙是很完美 所有人進去什麼都做得 什麼都可以做 所有人都是完美的 大家都一模一樣的情況下 大家再看看現實世界 會不會有一個落差感 我在裏面讀書 不用努力都可以拿100分 我今天出來 可不可以接受到 我要很努力才能得到70分的結果呢? 會不會令到我們有一個 逃離現實世界 逃避的感覺呢? 有方同學今天已經去了立場 我們看到有方同學已經回避了我方NFT的問題 今天我和有方同學說 NFT在這個元宇宙的構成過程中 我們的副產物NFT出現了之後 我們看到它首先 第一就是不是所有國家都需要它 第二就是我們看到NFT在虛擬世界流通 有方同學今天其實是想我們在虛擬世界用NFT 還是在現實世界用現實貨幣呢? 那即使按有方同學所說 如果要解決國家的問題 我們是不是靠NFT去解決呢? 中間它的兌換又怎麼辦? 它的副產業程度 我今天一元對一元 我明天原來一元對一百元 這個情況又如何解決? 有方同學回避了 它就提出了另外一個例子 它就跟我們說 是區塊鏈它可以保護我們的知識產權 但是我們看到這件事就是沒有保障 我們看到區塊鏈它其實是做了什麼? 它是用來記錄我們做了什麼交易 因為有方同學都說了 但是有方同學避了的就是無法監管 什麼意思呢? 我們在現實世界中不承認元宇宙 在元宇宙中我們都無法受到保護 我們在遊戲中一旦人權 資產受到損害 例如被人打鐵盤 被人針放板 被人用不雅的語言和服務 是沒有用的 我們其實是無法防衛的 一旦出現了一些問題在平台上 出現成績碼樓 那客戶入心投資者 根本又上無門 實際上我只是說到環保問題 可能真的很少 它是不是真的這麼慢 我們看到我們今天整個月 我們要FIR要AIR要眼鏡 要WiFi要這麼多東西 其實它又要用數加又要用金屬 它這些科技發展 全部都是環保的問題 即使去堆填都幾百年 它都很難分解 我們一天24小時 人人一部機 是不是資源浪費更厲害 請友方同學解釋 謝謝各位 好,3分07秒 好,接下來是台下發問的環節 根據發言次序會由 隔方首先提問 月方的台上同學回應 無論是發問 準備和回答的時間都是一分鐘 在每個一分鐘完結前的15秒 我是會有丁一響提示的 好,請問雙方或者評判有沒有特別問題 好,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首先請隔方哪一位同學會發問 請你可能開一開咪試一試 是,試咪試 好,見到你的也聽得清楚 好,準備好可以開始 叮 再續各位大家好 友方其實肯定了今天討論的加密貨幣和NFT的價值 所以才會被人炒賣 而他們價值正正就背後的識別代碼不可以複製一碼 所以友方主編今天說元宇宙的物件沒有獨特性 顯然連辯題都未理解清楚 所以友方今天將科技和現實割裂 說現實問題、現實解決 簡單問友方同學 知識產權問題、法律監管不足 你要怎樣做到保障呢?多謝各位 好,接下來是一分鐘 月方就定 謝謝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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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月方 派 便月刀鏡頭前回答 請問聽得清楚嗎 好 很清楚的 那你可以開始 叮 回答有關的問題 有關 請看清楚我們今天的辯題 我們要發指原語就是人類之福 還是人類之禍 我們看到MMC是一個副產品 但是它單獨有好處 是否代表整個原語宙沒有好處呢 我們看到現在是整個原語宙 它是一個整個虛假仿質的世界 它是完全建立了一個完全新的世界出來 讓人們去生活 不是單一貨幣 我們看到單獨在這個市場經濟裡面 連貨幣也出現了炒賣這樣的問題 窮人根本不能進入原語宙 而富人只可以拿這些錢越炒越高 越炒越高的情況下 究竟為什麼可以證明到原語宙是人類之福 再按有關同學所說 是否所有東西只要唯一獨特 它就代表很有價值 我配套 請 麻煩有關同學論證 現在原語宙公司decentral 它賣了九萬塊虛擬土地 它為人類帶來了什麼人類之福 我們一對五萬美金假的球鞋 有什麼人類之福 我們一個NFC複製奪 T29998 請停止發言 接下來輪到粵方第一條台下發問 沒有聲音 是不是大聲一點 請問聽不聽到 好現在很清楚了 好問問題的時候請你大聲一點 我確保對方不聽到問題 好你可以開始 有方同學說發展原語宙 就可以發展到區塊 演技術發展到虛擬科幣 發展到創科 但其實這些東西不需要原語宙再發展到 再者現在原語宙已經成為了一個炒賣的現象 就是原語宙社區decentral 一塊50英尺的虛擬地皮炒到230萬美金 請問這個現象對於現實中沒有屋住的人有什麼福 多謝大家 好 一分鐘隔方準備 以上 所以呢 順着 周 谢谢观看 叮叮 好,那请隔方派出同学导致 试咪试咪 好,非常清楚,你可以开始 各位,大家好 先说有方和我的提问 刚刚有方和我问我们这些东西 他们说不需要完美就可以发展 还有问我们对于炒卖的情况怎么应对 其实早在我们一复发言的位置的时候 已经讲过这件事了 投资和投机是有分别的 真正的投資者是應該理解背後的意義 理解背後所有的 就是正正我們一直在本場辯論提及的 背後的代碼、背後的意義 這些就是他們會理清楚之後 有本身的風險 其實投資應該自己緊實 因為有一方跟他們的邏輯就是 如果這樣也是有外處的話 股票市場也是有壞處 也是人類之禍 有一方又繼續說創賣風險的成分 其實可以用回我剛剛的類比去概括 因為其實他們覺得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本質帶來的問題 都是覺得是創刀是可以殺人 創刀殺人就是創刀的問題 所以有方同學真的今天覺得 其實創刀就是人類之禍 因為人類的選擇 導致他們做了這個行為 有方今天就是搞不清楚這個概念 邏輯不正 好 請停止發言 好 接下來是革方第二條台下發問 請停止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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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點疾 你再試一次 請停止發言 請停止發言 現在呢 請停止發言 請停止發言 現在是聽到的 當然我畫面反而有些力氣 我猜聲音清楚都可以 好 準備好 可以開始 叮 有方同學再次各位大家好 有方同學今天覺得 元宇宙這些東西不是必需品 正是因為有方同學不理解 元宇宙的運作 有方所說的那些炒到很貴的NFT 就是一個元宇宙的身份形成 進入元宇宙之前的條件就是這一點 有方強調了 會離開現實世界 但我從來沒有解釋過 為什麼脫離現實世界 才是福 所以想問一下有方 是不是只要脫離現實世界 就一定是活呢 多謝 好 一分鐘 月方準備 對 還是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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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叮叮,好,够钟,请派代表回答 不好意思 是,弄一下镜头 试一试音 请来,听得清不清楚 好,OK,听得清除的 好,请开始发现 首先,多谢有风和我今天的发现 有风今天全场都在用NFT和加密代币做例子 跟我们说,只要发展完宇宙就有好处 因为NFT和加密代币都有好处 成为一个好的工具去帮助人类的生活 但事实就是,现实的科技是在延伸人类在现实的感官 就像车是在延伸我们的脚 起创机是在延伸我们的手 就像油光和锁光的剪刀 都是帮助我们用手撕得不漂亮的东西可以剪得好些 但元宇宙是在创建一些虚解的感官 而不是帮助人类在现实世界的生活 就像我所说的股票市场 股票市场是没办法代替现实 但如果用一些加密代币在元宇宙里面 就是想改变现实的世界 而元宇宙就是将它的废处普及 令到人类的感官退化 最终是令到现实的感官被虚假的提到 多谢 好 57秒 接着来是隔方最后一条台下坟 请问听不听到 好非常清楚 你可以开 对不对 好 你现在可以开始 有关同学自己的定义是 元宇宙是一个沉浸蜀的虚拟世界 但是美国心理学会首席科学官Mage Prinsett 曾经表示 在元宇宙有并修改3D数字 发生以投身一个与现实生活 完全不同的自己 并且得到完全不同的反馈 可能会扰乱到青少年对自己的身份认同 转移去沉迷元宇宙去逃避现实 请问有关同学怎样解决元宇宙 扰乱身份认同这个问题呢 多谢各位 好 一分钟 甲方准备 好 好 好 请甲方派出代表 好 你怎麽用一把剪刀剪刀剪刀自己 然後你要說這把剪刀真的是有錯 還有我們是強調原宇宙的陳振色體會 其實他可以給青少年體會更多不同各種各類的人生和角色 那是否可以幫助他們為這個社會做出更多貢獻 以及做出更多工作呢 那是否人類之福來的呢 多謝各位 好,接着有一分钟时间给双方见面去预备 接着就会请双方见面首先发言 双方见面 双方见面 好,够钟,请双方见面 请双方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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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不是刚才点了 你再说一次,试多一句 双方见面 好,现在非常清楚 你是会有4分钟时间 3分半钟的时候会有叮一项提示 好,准备好,现在可以开始 双方见面 主持评判,各位大家好 今天我们谈了很多事情 但元宇宙的终结形态究竟是怎样呢 在未来,人类可能只需要睡在床上戴着VR冷镜生活 肚饿的话就起身吃面包 接着继续跑去元宇宙里面 现实世界已变成一个废墟 生存在所有搜集都可以被满足的元宇宙世界 人类在精神上已再没有进步的可能 人类文明亦因此情济不辞 尤方今天有两个最大的问题 第一,你们根本没有做到比较利弊的论证责任 尤方射织正在说元宇宙有什么好处 但是不是有好处就等于人类之福 你们连发展完的元宇宙最终产生的问题都避而不谈 就好像核电,虽然效能高 但核污染亦危害整个地球环境 我方相信元宇宙也是同理 它一定有它有用的地方 但我方今天看到它经济人类健康精神的打击 是远越超过它的好处 因此元宇宙是入类之祸 第二,尤方和我对元宇宙的定义模糊 多谢尤方和我承认了你想发展的 只不过是一个进阶版的互联网 我方前程已经强调了很多次 尤方提出的例子 是元宇宙技术的一部分 但本身这个活动展示的形态 是元宇宙的基础 并不是完整的元宇宙概念 今天辩题都说明是发展 发展完之后没有产生更多的产品 那还叫做是发展吗?尤方和我方 尤方你们提出的技术 其实根本就是元宇宙的发展之前已经是有的 因此你们今天由始至终讲的 都是一行技术的好处 而不是整体的元宇宙 回到实际的评点问题 事实上我们今天是要花大量的资源 还要是有机会制造出一个混乱的元宇宙出来 尤方成不成年这一点 即使今天真的让你做到一个成功的元宇宙 也会有很多迫处的发生 其次今天尤方是很以偏掘地 把一方的好处就当成整个元宇宙的好处 但我方比尤方看得更宏观 尤方分析了元宇宙的发展过程 结果是比较利益 尤方就说 元宇宙可以帮助财政的不稳定 阻止疫情的影响等等 第一就是你刚才提出的例子 加密货币NFP等 已经是现在做的事 阻止疫情影响这些工具 根本就是遥拒工作 他不是发展更正式的元宇宙 第二是否有元宇宙就等于没问题 宇宙里面的世界依然是会有漏洞的出现 会有病毒的出现 甚至在一些大产生的情况下 但是这个世界今天是运动都运动不了 因为现实财政有问题 有方和我们就在现实里解决 你今天不是解决问题 而是逃避问题 而且你要怎样将两边的货币流通 是科技公司负责 还是那些国家负责 有方和这些问题你要解决 所以有方结面再来论证 有方今天只是说NFP 不是说整体愚症 不要紧,我们都照答你 今天有方只看到表面上加密货币 好像令财政稳定了 但真相是什么 有钱人就可以越采越有钱 但是穷的人根本就连进入渔宇宙 机会都没有 再发展下去贫富如性的问题 就会越来越严重 就像非同针法代费 低买高坏的情况 渔宇宙根本就是一件炒买的工具 它最原来不是炒一对真的波鞋 真的土地 它是炒假的波鞋 假的土地 那方看不到它 它有对人类福祉作出什么作用 所以有方论证 有方就说 我们不发展 因为我们害怕 有方我们要搞清楚 渔宇宙是人类创建的 不是我们探索出来的 是基于我们思想的创建 你为什么会不知道它 最后是发展成什么呢 我们今天正面就是看到 渔宇宙是否有种种的弊处 正面的渔宇宙 其实根本就是人类物质的追求 它根本就不需要发展到那么多 现在这些技术 现在都有 都可以很帮助我们 但渔宇宙今天偏偏要浪费 这么多资源 将这些技术再合体一起 进入这个新世界 反而是浪费 造成资源浪费的问题 你今天拿这些教材出来 是真的有害 你还要把它放在公众里 令到更难接触到 所以更加发展完之后 就更加有害 就像我方再推一万步 宇宙终极真的可以发展到有分和所感 你看到背后的围书呢 宇宙的结果是什么 逃避真世界 你都承认了渔宇宙和现实 在这么相似的情况下 人类对现实世界还有没有期望呢 当然现实世界是无法延续 在渔宇宙得到的承课 在这个时候 例如你在现实世界是摆外卖的 但是在渔宇宙里面是住大屋的 当你回归到现实之后 就一定会产生落差感 那我们在现实世界是无法延续去进展 但是当我们发现 在这么多问题的成果态度付出代价 渔宇宙今天还是不是人类之福呢 多谢各位 好 4分09秒 接着到今天最后一位发言同学 甲方的结辩 470秒 可以不听到 火高气会 vessel 大声是辩度更好 你再谈一次 哦 我们再谈一些 这是谈待 очень清楚 好 非常清楚 现在非常清楚 好 准备好 可以开始 叮 受情判有兰河在陆的各位 大家好 话说 我的家庭 tricky 我很严格 她就要求WOW 每次都要考特一 一开始就觉得 Nut 什么人来的 我真的不想要迫自己 但后来我发现有了这样的目标 我老实时成绩也是成正果的 但最后也是很遗憾 我最后也做不到第一 可能是第五、第六 其实我家长现在都很满意 但如果今天的有风行是我的家长 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有风行就会觉得 因为我浪费了那么多时间 但他做第一 但其实是做不到的 就是我不应该去订定这样的目标 有风行今天认为我们需要付出代价 就等于我们需要去否定 现在这个发展的过程 有风行又说 我们会将虚拟世界的比重 比我们现实的世界 但其实我们从来都没有说过这件事 除此之外 除了我方二父说过的环境 保护的问题 我们其实还有其他 比如说是医疗的问题 现在呢 有些网上的医疗发展 就是由这个宇宙技术而衍生出来的 有风行现在是把应用方式 将应用方式归咎于技术本身 如果是要这样讨论一行的发展 究竟是否公平呢 其实有风 有风今天的质疑主要是有两点的 第一 NFT 有风行刚刚二父说过 其实NFT虽然是有一条代码 但其实它是没用的 其实我们也可以复制这张图 去其他地方 但其实我想说 我们 我方主编 有一开始就说了 NFT的这一串代码 就是为了有方和这些 不重视版权意识的人而做的 我们虽然说好像这些图全部是一样的 但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要加强大家对于版权的意识 所以我们先要去做这条独特的代码 让大家认识到这个是盗版 这个才是原创 第二 有风行又说 有风行又说 很多人去炒卖这个虚拟货币 其实有风行已经承认了 我们发展元宇宙途中也有很多好处 只不过有风行又不认为这个是福 我刚刚也说了 其实现在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发展元宇宙 要发展出来的技术 除此之外 其实 有风看得是比较极端的 有风和我认为 这个加密货币和法定货币是只有二选一的 但其实不是的 这个不是另一个问题 这个就好像我方所说的现实和虚拟的世界 我们不是想要一个完全概括另外一边 而是想要它们之间去互相令到人类得已 加密货币和元宇宙科技 其实就是元宇宙科技 我们还要一滑 2009年 发展元宇宙科技 至今 比特币是24小时 是 高达448亿美元 也算是比较普及的 虽然是这么说的 我们都明白 区块链技术和NFT 在现实世界为中的 还是有一些缺陷的 但就是因为我们坚信 元宇宙去为人类大律福祉 所以我们先要致力去完善科技 通往元宇宙的道路可能是很遥远的 最终是福是福 其实都是很难去估算的 但是我们都不会透露的 多谢大家 好 4分05秒没有超时 好 接着我们就有一些 计分的工作上 我们就要处理了 可能大家都尽量留在元宇先 我们都评图 处理一下计分 接着我呢 我一直会按我们评判名单的次序 由洪生先 接着到谢老师 最后王老师 就去给大家一些意见 我估计首先都等三位评估 给了分 大家需要给整体合作分 最佳辩论员的分是额外的 大家可以中观全场去选出三位 按30、20、10的分数去给的 不好意思 因为我等会有点工作 我可不可以先说评语 因为我已经完成了评论 好好好 对不起 刚才是王sir 王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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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另外两位评估 王sir 接着就是洪教练 最后就谢老师 好 好 评论 好 不好意思 因为王sir 你欠最佳辩论员 最佳辩论员 评论 评论 对不起 我想是辟字 有点意外 好 我继续一下 不是的 我看你的评论很像 我继续一次 会不会有点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的问题 因为我好像断了网而已 OK的 没问题 好 好 好 其实大家都可以 是 也不错 大家 我确定 如果王sir 那个分子都填了 好 等一下 等等 一会由王sir 好 可以 王sir 已经填了 好 请王sir 开始 给一些意见 双方 谢谢你 是 打扰大家 都很感谢同学 今天早上呈现了 这么精彩的比赛 我都不想打扰大家 太多时间 以甲方来说 我觉得 演练的速度 就略为慢一点 所以读稿尾就重了一点 其实成功的队伍一定会有稿 只不过 这个稿可能 是需要一些感情色彩 令人觉得你不是读稿 然后 月方 我又觉得 自由奔放的 其实稿是很清晰的 但是这条都 犧牲了所有感情 这次我觉得 大家都做得很好 我就尝试去说一下 月方的概念 月方就尝试说 元宇宙摧毁世界的过程 我觉得 都是 说得是很好的 但问题就是 那些例子 是比较代表性 好像不是说 很大 例如我老实说 如果我攻击NFT 我可能会说 其实你NFT 其实是说的 货币价值 或者那个投资总法 是跌了一半有多 或者你好像那些加密货币 其实一年几次加密的 不要说是股災 股災通常说一年可能一次上下 有时密些可能一年两次 但是你比如你加密货币 一年四五次 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是很常见的 就是非常常见的概念 所以其实如果作为一个 这些实际上应该是比基金更加 比债券或者对冲基金更加高风险的 那就是说它应该是给专业投资者去玩 但是因为它是去中心化 所以呢 就普通我们这些人都可以买到的 那其实就 都是很大伤害的 而至于去到监管呢 你就说其实只是一个代码 那每个都可以复制 那我觉得你这种回应方法 就不是说 不是说太专业 那我觉得其实你的point是对的 但是我觉得因为加密货币 或者NFT是很多丑闻的 或者是数字不尽的丑闻 譬如那些交易中心它会走速 接着之后它加密的 它会有 技术上有时间延误 那它有很多种方法 就是你这样打 我觉得是最多丑闻的投资工具 那我觉得你可以用这种更加专业的方式去说 那至于那些小孩打到完全放弃这个世界 或者是那些很不环保 那我觉得你都可以真的有实数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很容易找到的 好了 那接着之后呢 就去到甲方 因为粵方呢 我先说了 因为甲方其实就 就是如果你要想 我觉得你可以再激进一点 就是你尝试就是说货币稳定 就是你的生活呢 是可以更有色彩的那些 但是我觉得 譬如你如果看那个戏 你看那些什么 Player One的那些戏呢 其实你都可以幻想一下 就是如果那个世界的资源 其实是虎数来的 就是说 其实核灾难之后 所有的资源基本上 两三个世纪不会再生的了 那现实世界基本上是毁灭了的了 那你一定是躺在床上面 那现实的鑽石 没有人会吸引的 那他实际上只承认 在那个虚拟世界里面呢 可以感受到的 食息性有了所有的享受 那在那种那么极端的情况呢 Essaly其实就是真正的逃避了 因为现实的世界呢 可以说是政治崩溃 除了政治崩溃 而所有资源用尽 而实际上下一个星球 我们还没找到 那你究竟怎样去 怎样去向前走呢 那我觉得你这些 如果你这样去用Player One的逻辑去叻 你就会发现 月峰的所有答案 你都答了 那他好有机会有一天都真的这样 那我觉得 所以大问题就是 你们都不是走这条路线的 你们走的尝试是 你们走的实际上是 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重复得太多次的沉浸式体验 再加上就是货币稳定 但其实你的货币稳定 都是比那些弱的国家 就是那些小国 或者特别弱的国家 但是强国呢 其实老实说 投资工具多了 就一定是分散风险的了 但问题就是 概念就未必演绎得很清楚 所以我就觉得 大家都可以激进一点 很感谢大家 给这么精彩的比赛 谢谢各位 谢谢王Sir 提提三位评伴 我刚刚都E-mail 我透过Gmail去 传了分子给大家 麻烦大家 OK我 这样就可以 我们确认了赛果 然后就可以宣布了 好 在这个过程一路进行的时候 好 看到有教练已经OK了 我们跟回评估名单 我请洪炳才教练给一些意见 双方同学 谢谢你 好 首先 很感谢双方同学 过去一星期努力的准备 很简单快点说 我先说了 甲方开出来 对于元宇宙的定义 这个定义的问题 大家都拗了我非常之久 我觉得甲方 就尝试将 我们去发展NFT 发展区块链 发展虚拟货币 等同于发展元宇宙 我觉得这个理解 是有少少贼的 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一听就会有几个问题 但是 第一个问题 其实岳方有尝试问 就是没有元宇宙之前 其实正方你所说的NFT 虚拟货币 这些虚拟的科技 都可以继续发展下去 是不需要透过发展元宇宙 都可以拥有这些科技 继续发展 这是第一个会思考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独立发展不同的虚拟科技 等不等同于发展整个元宇宙 我觉得这个也是 就是我自己会思考 或者双方都有尝试 触及在定义上的问题 而去到最后 其实就是回归到 一些本部 就是什么叫做元宇宙 对于我自己的理解 或者我都有尝试 去准备一条面提的时候 就会想 其实我自己会觉得 就是元宇宙 其实只是一个 很接近现实的虚拟平台 就是很接近现实 而你正方所说的那些NFT 或者Bitcoin 或者任何的技术 其实都是一些软件或者硬件 去帮助我们去建构元宇宙 这个这么接近现实的虚拟平台 那所以我觉得 其实正方 即夹方 今天其实要论正发展 元宇宙是人类之福的话 其实那个主线的设定 其实更加应该摆在一个重心 是说 我们将那么多的 不同虚拟科技的技术 整合在一起 究竟对于你人类的文明进步 有什么好处 而好过只是单独说了 不同过程里面 不同科技的好处 那么我觉得 在这个情况下 正方开始来主线 只是单纯说了 里面不同的科技 有什么好处的时候 我觉得和发展元宇宙 是不是人类之福 有一段的距离 这个是我对于定义上面的一个理解 而其次我想提一下 就是双方都有尝试 在辩论的过程里面 触及到一些的概念 比如第一个概念就是炒卖 这个是由月方所提出的 其实很坦白这么说 我听了无论月方说了几次 或者革方又会反报了几次 说炒卖没有问题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自己听完这么久 我自己都会觉得 其实炒卖有什么问题 就是听完大家 说完之后 我听完都不太明白 但究竟炒卖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觉得 双方都花了 我想都有一至两个位置的时间 去讨论炒卖 可能加上也有几分钟的时间 我觉得略有点可惜 因为就没有指出究竟 实际上炒卖 那个问题在哪里 因为其实我也同意 就是你有很多东西都可以炒卖 那究竟那个问题在哪里 好了 接着到第二个的概念 有提出过 就是一个本质 是好和他后来人类使用 我们去判断是利还是弄 那我觉得本质好 然后人们用到它变得差 所以这个东西本身是好 或者这个东西就是好 我觉得这个论调 不是完全错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 是有些过分简单的去说 这个论调 因为按照这个理解 其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 都有的 很少都有 但是大部分你找到的东西 其实它的本质 几乎都是好的 如果你按照这个论调 你本质是好 就等同于这个东西是利多于弊 或者怎么样的话 其实是有些片面的 我觉得 但是怎么去进一步完善这个论述 我觉得 因为在我的角度来看 其实不一定是错的 就是说真的 我发明一样东西是好的 别人拿去用 那其实关于什么事呢 那在这个论调 要怎么进一步完善 我自己会想到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就是 有没有规管的可能性 第二样东西就是 但是就算你规管不到也好 或者很难去做一个规管 究竟这一样东西 普遍存在 它是不是利多于弊 换言之就是你要比较就是 你存在的利处 是大于它潜在的一些危害 这个就是你可以进一步完善 你所说的本质 和你去使用 是否完全是 可以判断到是否利多于弊 这是一些概念上 我自己的感觉 然后到最后 我想说多一点点 就是其实我觉得 双方去讨论今天的内容之余 其实可以尝试从一个 哲学一点点 或者哲理一点点的角度去讨论 因为我觉得 圆宇宙其实正方可以说 就是 因为里面是有人类两个字 其实我觉得 双方都没有怎么去触及 人类是什么 或者 我们为什么是人类 或者人类的意义 是什么 譬如其实正方可以说 我隨便胡说 譬如你觉得 人类的意义 是要追求幸福 是要追求快乐 譬如好像 要追求自我实现的 要执展自己的梦想 其实在现实世界 我们有那么多的不公 或者受到那么多的操控 我们去到圆宇宙 一个新的空间 我们继续在里面生活 其实会不会就是 人类的另一种自我实现 去满足我们 作为人类的一种意义 当然 这个也有它的反驳空间 就是 今天也有提及到 其实你都是由一些科技公司 去决定 圆宇宙的资源 到最后 都是由金钱去决定 你有没有这些资源 同样的 其实反方可能 尔方可以从一些比较哲理的角度 可以说些什么呢 其实就是说 譬如我们会说 譬如我们发展的科学 是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我们要探求真相 就是探求这个事物 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理 所以你可以理解就是 我们人类去探求这个世界的时候 有一件事就是要求真 但是当圆宇宙是由一些人去创造出来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是很虚拟 很虚幻的时候 人类不断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探求这个区解的世界 究竟是否符合人类求真的这种精神呢 或者我们花那么多时间去探求一个虚拟的东西 对于人类的文明进步究竟有什么的帮助呢 而我觉得今天其实 其实甲方的台下 有没有记错是有尝试说到一件事 我是挺有点 都有很欣赏 就是其实我也会有一些反思 就是说 有一条问题就是说 究竟我们继续留在现实 是不是就等同于我们的幸福呢 为什么我们进去虚拟就等同于人类之和 为什么我们进去虚拟 甚至乎难听这么说 我们进去逃避或者沉迷一遍 为什么它是一个弊处呢 虽然我们下意识一开始就觉得 我们在里面沉迷就是一件坏事 但是你跳出来想 其实当我们人类在现实世界 真的很难实现一些我们想实践到的东西 而言语就可以提供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选择进去生活 其实是逃避虽可此但有用 所以其实是否必然在现实就幸福 在虚拟就不幸福是人类之和呢 我觉得这个比较自学或者哲理一点的讨论 其实双方可以再想心一层 如果双方可以尝试从这个角度再说多些的时候 其实你可能去到谊呼和谍变会多些东西 或者是给到同学更加多的一些 可能对于人生或者对于这个世界的反思 我希望都是这条片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的评语大概就到这里了 好,谢谢红教练 答回三位评判 都收到你们的OK的了 再请谢老师 请你又给一些意见 电脑来上班和小姐 谢谢 谢谢 谢谢,不好意思 今天回到学校连接电脑WiFi的时候 有些问题 所以迟了进来 向大家道歉 首先呢 对于这场比赛的建议 第二就是 其实我都很认同刚才那个评判说的角度 其实我是不认识这条变题 我都没有预备过的 那我都是第一次去听大家对于这个变题的理解 我很认同刚才那位评判说的 其实我本身以为这场比赛的讨论会是很哲学很哲理性的 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都好像发生得很静悴的 那我这个是第一个感受 然后再说一说对双方的建议 我觉得呢 政方同学对于掌握对手的内容方面 应对方面可以做得好一点 第一部分就是 双方其实一开始 看似有一个定义的分歧 政方有一个说法 反方就是一个很完整和很系统的说法 就是说有五个范畴的 原语就是 就是包括 創造社交交易娱乐等等 那然后政方一辅第一时间回应方法就是说 反方的定义你不同意 因为它只是根据一间科技公司给的定义 但是那个问题就是 嗯 我知道你不同意对方的定义 那具体的分歧是什么呢 你不接受它哪一部分呢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需要说的 但是我只是觉得 那个回应就是 你不满意对方的定义 那它哪一部分有错先 你只是说它的来源有问题 但是它错了哪一部分 哪一部分不接受 你的真正的定义 应该是去到多窄 这个没有交代过 所以其实就令到我觉得 嗯 我不明白 为什么要打得这么细和这么窄 因为其实你要说得出 为什么要只是看你两个范畴 你的定义 你就要交代出一个更加好的定义 但是你没有交代过 对方有哪一部分不接受的时候 你就证明不到为什么你打得这么窄 那这个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呢 就是在聆听对方上面 都有少许的问题 就是反方经常重复说 炒卖炒卖炒卖就不好 然后正方的回应方法就是说 炒卖什么不好 有风险就是不好的 第一件事就是 反方它的说法面 是没有存在过风险这个说法的 以我印象的 它的重点就是觉得炒卖本身 是炒卖在一些无价值的事 所以就是对人类没有福了 它的说法就是这样 但是每一次正方的回应就是上纲上线 就是说不是风险就等于不好的 其实反方的世界里面 从来都不是考虑风险 这个聆听上面都可以注意一下 那对于反方的内容 其实我觉得双方都是打得很政策点的 但是都各自有自己的缺陷 第一部分就是 反方同学呢 粤方同学 常说炒卖不好 炒卖不好 但是你想真一点 它有没有说得出是什么的和害呢 其实它每一次都很辛苦 它是说不到 它就是一来 它就是反问你 那有什么福呢 对人类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说来说去 它都只是说对人类没有任何的避易 但是为什么等于和呢 其实反方交代不了 这个世界上其实有极多的炒卖 例如就是奢侈品的炒卖 就是Gucci Celine Chanel 那些都是 本身一定不是值那么多钱的 但是它也是炒到天价 然后比起一些必需品更加贵 那是它对人类世界 人类文明发展 或者可以是没有避易 但是和害是什么呢 其实说不出 最多是男人捨多钱 但是为什么这个等于和害呢 其实反方没有交代 这个其实都是正方可以攻击的方向 然后反方有一个说法 都是你们可以发现 你们都应该要留意 也是跟你很大的分歧 反方觉得虚拟世界里面的商品 没有价值的原因 因为最终能够复制 然后那些商品的价值就会归零 但是其实这个说法 是和你们的利格很大分别的 因为按照正方的说法 就是虚拟世界里面有一些独特的色电话 是不能复制的 所以是不会出现反方所说 复制完那个商品 然后令到那个商品价值归零 是不会出现这个状况的 按照正方的说法 这个就是对于反方说法的第一个回应 就是正方可以留意的 第二点就是 反方有一个说法 就是会令到人类去逃避现实 因为戴上了一个VR眼镜之后 其实他们就没有动力去追求 现实世界的幸福 这个其实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还有我觉得应该会是这场比赛的核心讨论 然后反方其实没有完整地论正到 他多数结论就是反昏 难道这样就叫幸福吗? 然后正方有攻击到的 攻击的方法都只是问 为什么脱离现实 就一定是不幸福 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 如果正方可以怎么去反驳呢? 怎么去理解 为什么虚拟世界依然可以有幸福呢? 其实大家想一想 如果有一个说法可以这样的 其实幸福快乐 全部都是一些信息 是大路里面的信息 而信息是不需要现实世界给你的 如果那些信息能够在虚拟世界里面 获得的话 其实我大路接收了这些幸福的信息 其实我已经追求了幸福了 为什么我要在乎真和假呢? 就例如大家可能没有看过MATRIX 架而世纪的沙漠 很多年前了 你们未必会知道 里面有一幕 就是一个人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吃牛扒 他一直吃的时候 他一直说 其实我知道这块牛扒不是真实 但是大路接收到的信息就是 这是一个很鲜 很多汁的牛扒 我这样就可以满足了 为什么我需要去在乎这个牛扒 是真还是假呢? 其实既然幸福感 只不过是大路的信息 而这些信息能够透过虚拟世界去获得 其实真假是不需要在乎的 其实我觉得这是可以正方的方向来的 同一时间 反方 其实这个 刚才这个说法 也是有反驳 而你们可能建立 你们主线 或者深层里面的 价值可以是这样说的 你想想 你们说元宇宙的定义 那几个范畴 娱乐 社交交易 其实娱乐社交这些 似乎全部都是心理上的追求 就是你心灵上满足 那元宇宙和现实世界真正的差异是什么呢? 就是元宇宙只是满足你心灵 现实世界能够满足你心理 身体上的需要 而人类有什么最原始的需要 是虚拟世界不能满足到呢? 原始需要很简单 就是睡觉 吃饭 还有可能对异性的欲望 这三样就是人类最原始的需要 那好了 当那个人 他每一次在元宇宙里面 脱了眼镜 醒醒 发现自己身边 原来是没有伴侣 他满足不到他的身理需要 他原来吃的是一些很脏的食物 他居住的环境是非常差 每一次他回头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个心灵上的落差 其实每一次都在摧毁 他本身在虚拟世界里面 拥有那种幸福感 好了 正方你接着来 你要伦静 人类发展元宇宙 终极能够得到满足感 你就要跟我证明 元宇宙是否终有一天 能够满足我们身理上的需要 令到我们永远都醒不回 如果是的 那我承认元宇就是能够为我们带来福 如果不能够 完全满足到我们身理需要 我每一天都要醒醒 去面对我残破不堪的现实 每一次都会摧毁我本身的幸福感 我不觉得这种是一种福 而是一种禍 因为我从来没有解决过 我身理上的问题 甚至乎摧毁了我的幸福感 我觉得这个可以是反方 如果大家画得深一点的话就是一个方向 我对双方主线的建议是这么多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努力 还有我也觉得大家 在玩这些哲理辩论的时候 可以画深一点去思考 这个就是对大家的建议 谢谢 好,多谢三位评判 如果各位同学有留心听 你会看到三位评判都很专业 就着大家可能说了一半 差那一半的无论是攻击 或者你那个主线的建构 帮大家说剩下一半 我都希望大家真的学到东西 在你们继续 真是今天讲发展元宇宙 都在你们发展你们的辩论里途上 都希望大家继续进步 谢谢三位评判 好,都真的宣布今天的赛果 今天的赛果就是0比3,月方城 今天的最佳辩论员就是 月方杰辩,林子欣同学 恭喜